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无疑 常宗和无疏和中疑 我们的国家人 还有西边的人 理解这种的想法 会很有意思 我叫马塔 我来从斯尔维亚 2018年我来了少林寺做我的研究 我的课题是少林功夫和长宗的关系 我现在在这里已经一年半 我们这里的生活是很简单 我起来比较早 五点半六点 我会做八端筋 或者我会练中文 写我的研究 不一定 吃早饭以后我们都去练功 九点到十一点 然后下午我们还是练功 三点到五点 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真的地方 是一个电影里面的地方 后来我从18岁开始练 不同的武术 我的妈妈也是做 为了中国一种的研究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她会读我们 我和我的哥哥一些故事 长宗的故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在我的国家 我们没有一种的武术 一种一种的运动 有这么长时间的历史 我想明白从哪里这个哲学来 是怎么做的 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 少林功夫 不是跟别的武术一样 因为我们有宗教和练武和健康的想法都在一起 这个是我第四年的我的博士 我的研究的方法是 我要参加这里的生活 寺院的生活 我还要做采访 还有我要交流 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环境的人 跟师傅们 跟国际班 跟这里住的人 我要联工 我要参加寺院的活动 我要做一些这里的特色的事情 几十年来 少林是接待的友好人士 佛教团体 包括武术团体 文化团体 有社会各界吧 包括少林地址 有数十万之多 来自于五大洲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达到至少几十万人士了 我刚来的时候 我说了我想学功夫 中文语 佛教都想学 书法都想 但是我明白了这个过程 是很长的过程 我联工现在一年半 每天最少14个小时 真的要努力 如果你不努力 你来这里没有意思 很快乐很努力 也有很累 但是是最开心的生活 Mata这个学生 他非常非常的刻苦 别人休息的时候 他都会在自己去尝试 师父教给他的东西 一些比较难了 不明白了 他还会主动去询问 这在我们少林寺的国际班 是很少出现的一种情况 通一心 可以这样说 佛教 常种的修行 和功夫 和身体健康的这种的知识 放在一起 这里的人会用 他们会教我们 怎么用这些传统的知识 在现代的我们的生活 咱们中国人都很容易理解 功夫这个词 不单单只是说形体上的 它是经过时间 还有人各方面的历练沉淀下来的 做什么事很耗费功夫 有人的心血在里面 师父灵机们修行在个人的 我明年也要结婚 我跟朋友 当然他不开心 但是他也明白 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你早起来 早睡觉 食物你吃的 也是挺好的 这一趟有很好的食物 很多的蔬菜 我们国家我们没有 不如以前我吃过中国饭 看到很多中国的电影 听过中国的歌曲 也去了上课 但是跟来这里不一样 如果我在我的国家 有一个人想跟我介绍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一个外国人的想法 中国是什么样的 你要有你个人的经历 然后你有你个人的想法 很多的人会帮助我 无论在路上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 或者我找不到一个地方 或者随便我不明白一个句话 很多的人想来帮助我 我现在我快结束了我的采访 快结束了我的 我在这里的生活 我要就是写下来 我这里明白了的东西 我已经写了一部分 但是不够 我明白了怎么会学 还有怎么会练 还有怎么会用 你会明白自己 了解自己多一点 还有这个会帮助你 以后在未来做一些决定 让你的心里安静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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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